大家好,今天我和大家一起读本好书,法国著名作家米歇尔福克的《疯癫与文明》。 《疯癫与文明》追溯了一段迷人却又令人不安的历史, 旨在探索精神疾病患者是如何被归类为疯子并被推到社会边缘的。 本文追溯了封编的历史,从《圣经》中索尔王的故事到现代精神疾病的分类以及治疗。 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从一位法国著名的理论家那里学习精神疾病的历史。 如果你对现代哲学感兴趣,你很可能听说过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克后现代主义和大陆哲学时代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一。 福克曾在精神病院工作,也处理过自己的心理问题,他对心理学的历史和实践有着浓厚的兴趣, 这促使他写下《封编与文明》这本书。 正如福克所说,从古至今,我们与精神疾病的关系,以及我们如何认识、理解和治疗精神疾病,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尽管在某些方面,我们仍然顽固地保持着愚昧,福克主要关注中世纪末期和启蒙运动前后的时期,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福克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禁锢。 在这一时期,社会上的不良分子,包括穷人、不法分子和所谓的疯子, 官被封锁在公众视线范围之外。 几百年后,精神病患者才得到了与罪犯甚至动物不同的待遇。 但正如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的,我们对精神的理解最终会进化。 在下文中,你将了解到,罪犯和疯子如何在同一家医院结束生命。 早期的医院与动物园有多相似? 哪个教友会永远改变了我们对待精神病患者的方式? 中世纪以后,专门为麻风病患者预留的设施开始用于精神病患者和其他社会弃儿。 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人们对所谓的疯癫的理解与数百年后的不同, 有心理问题的人本质上被认为只是与众不同, 有些人甚至被视为拥有了一种证明理性局限性的智慧。 在这段时间里,大多数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只要在别人家的后院就可以自由自在地闲逛。 在欧洲的城市里,如果有人发现了一个所谓的疯子, 他就会被送到水手或商人那里, 后者会把他们送到一个城市或人烟稀少的乡村地区。 这个习俗在德国尤其常见。 在15世纪的纽伦堡, 记录显示63名精神病患者中有31人乘坐马车和船只离开的城市。 在14世纪末期的法兰克福, 水手们必须奉命围捕并转移任何他们发现的在裸体游荡的精神病患者。 运送患有精神疾病的城市居民的做法, 使我们有了《愚人之船》这个短语。 这个词多年来在文学和其他艺术作品中很流行。 有几部作品提到了《纳伦斯基夫》及《愚人之船》。 他航行在莱茵河和弗莱米神运河水域, 带走了这座城市的风字。 荷兰著名画家罗宁姆斯·博师也在他的画作《愚人之船》中 描绘这些画面。 直到几年后, 随着麻风病在西欧的减少, 那些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才开始被拘留。 麻风病是一种影响皮肤的传染性疾病。 当这种疾病在欧洲蔓延时, 患者被限制了人身自由, 只能待在位于城市郊区的被称为阿扎尔之家的特殊地区。 当麻风疫情在欧洲平息后, 这一地区的设施开始用于拘留罪犯、 流浪汉和精神疾病患者。 因此, 这些新的被拘留者开始被视为疾病的携带者。 这也许并不奇怪, 正如中世纪, 社会逐渐边缘化和污名化了当时被称为麻风病人的人一样。 古典时代的社会, 也对这些新的与众不同的人做了同样的事, 从而将疯癫一词与被遗弃者联系起来。 但不仅仅是阿扎尔之家关押着精神有问题的人, 在18世纪扫期, 城市开始把这样的人安置在与世隔绝的地方, 比如把他们关在法国卡昂城墙里的塔内, 这座塔被称为疯癫的塔。 综合医院的开设标志着社会企儿开始受到系统的限制。 到17世纪初, 游手好闲已经是一种不仅被统治阶级所鄙视, 而且被他们认为是对社会有危险的特征, 因此当局必须找到一种方法, 既能遏制这种行为, 又能让公众看不到。 警察最早出现在欧洲国家, 他们的职责是确保穷人去工作, 本着同样的精神, 国家创建的综合医院不是为了治疗病人, 而是为了限制闲散和不受欢迎的人。 福克指出, 这种发展是大监禁的开始。 1632年, 圣拉扎尔最著名的拉扎尔之家被改建为综合医院。 1656年,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巴黎开设了自己的综合医院, 他在就职典礼上还颁布了一项禁止在室内刑起的法令, 任何被抓到的刑起的人都会被强制送进医院。 这种发展绝不仅限于法国, 其他欧洲国家也在对他们对待不受欢迎的人的方式进行类似的调整, 很快大量的人被限制在这些机构中。 开业几年后, 巴黎综合医院就收容了6000人, 占全市人口的1%, 这些人包括乞丐、罪犯、社会企儿, 当然还有那些患有精神疾病的人。 为了解决懒惰和失业问题, 综合医院里的市民被迫工作和生产商品, 巴黎就曾几次试图把综合医院的一些建筑变成工厂。 在法国的塔尔, 综合医院里的市民为当地一位商人梳理和纺织羊毛, 这种工作制度带来的收益是值得怀疑的, 因为综合医院里的市民的经济产出低于监禁他们的成本。 首先, 大禁闭反映了统治阶级的道德标准, 以及将其标准强加于穷人的能力, 这也标志着疯癫一词, 开始与无法工作和无法融入社会联系在一起。 与其他被监禁的人不同, 所谓的疯子经常被当作动物对待。 当医院刚建立的时候, 被关在里面的人都是些轻刑罪犯, 无家可归和其他社会弃儿。 在大多数情况下, 这种监禁是将不良分子置于视线之外的一种方式, 从而使当局能够保持一种错觉, 认为公众领域没有问题。 但这些医院不仅是当局避免丑闻的一种方式, 也是家庭避免不必要的关注的一种方式。 在中世纪, 如果有人被指控有犯罪行为, 就会举行公开审判, 要求被告公开承认自己的罪行。 当然, 这很容易让被告的家人感到耻辱, 这就是为什么住院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选择。 在许多情况下, 可以不经公开审判而将被告送进医院。 当局很高兴, 因为街上没有流浪汉和不受欢迎的人, 家人也没有任何丑闻。 然而, 对于那些被拘留的人来说, 生活并不那么理想。 在17世纪和18世纪之间, 科学和医学还没有被认识到那些被认为是疯子的人, 实际上是受到了某种疾病或心理障碍的影响。 可悲的是, 这些人经常被当作外来动物对待。 当时患有精神疾病或精神障碍的人, 只占被监禁人口的10%, 而且不像轻刑罪犯和其他被监禁来的人, 他们被当成展示品, 展示给看热闹的人。 令人震惊的是, 在巴黎南部的比赛特医院, 这种展览每周日都举行, 一直持续到法国大革命爆发。 革命的早期领导人之一, 奥洛雷·米拉伯, 在英国航海者观察一书中, 描述了这种令人作呕的做法。 他写道, 在比赛特, 疯子就像奇异的动物一样, 被展示给每一个愿意支付硬币的傻瓜。 直到1815年, 伦敦的伯里恒医院, 也会在周日对付费顾客开放, 这样任何一个付钱的人, 都可以看到这些疯子。 有钱在暴力倾向的疯子, 经常被用脚料靠在墙上, 只穿着医院的长袍, 在法国南特的一家医院里, 他们被单独放在铁笼里, 令人吃惊的是, 医院的工作人员认为, 这些人必须习惯疼痛、 寒冷和其他不适, 只有残酷的纪律, 才能把他们驯服。 这些情况在欧洲各地的医院都存在。 在18世纪初, 精神病患者往往由于经济原因, 因而与罪犯分离。 当所谓的疯子与罪犯一起送进医院时, 这两个群体的拘留条件都很糟糕。 到了18世纪, 随着启蒙运动的开始, 公众对虐待的关注越来越多, 但他们真正关心的是, 是哪个群体呢? 监管禁闭的几名设施主管, 主要关心罪犯的安全, 因此要求将他们与精神病患者分开。 1713年, 德国布伦瑞克拘留中心的主任, 发现精神病患者的尖叫声混乱且令人不安, 故下令将罪犯与他们分开。 18世纪晚期, 人们开始关注精神障碍患者, 在法国、德国和英国访问这些医院的政府官员, 对病人所处的环境感到震惊, 德国医生约翰·克里斯蒂安·赖尔抱怨说, 这些疯子就像国家罪犯一样被关进了地牢, 人性之眼永远无法穿透那里。 19世纪早期, 法国精神病学家让爱迪安·艾斯基罗尔支持赖尔的说法, 他认为, 很少有监狱里找不到疯人, 这些不幸的人被锁在罪犯旁边的地牢里, 多么可怕的组合。 人们通常是因为经济原因重新考虑监禁机制。 当统治阶级在17世纪晚期开始大监禁时, 他们的目的是维持现状, 不仅要让游手好闲的人远离视线, 还要让他们工作, 然而在当时, 监禁的成本超过了他们的经济产出, 但是在18世纪之初, 随着工业革命的萌芽, 经济学家们开始重新考虑那些躺在医院墙壁后面的 闲散劳动力所能带来的好处。 这一次, 当局清楚地认识到, 廉价劳动力的真正来源是罪犯和穷人, 而不是疯子。 那些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只会拖慢劳动力的速度, 因此, 他们被与能够通过劳动谋生的囚犯分开。 所谓疯癫的原因, 将逐渐从生理转向心理。 到中世纪末期, 医生们仍然相信精神疾病只有身体上的原因。 人民普遍认为, 我们的身体有四种体液, 它们负责产生各种疾病和情绪, 黑胆汁、黄胆汁、血液和黏液。 早期的精神疾病治疗围绕着抵消这些疾病的症状来进行, 包括锻炼和营养养生、海水域和冷水域。 也有四种不同类型的精神障碍与体液有关, 忧郁、狂躁、 疑病症和抑症。 由于忧郁症和狂躁症是最早被诊断出来的精神疾病, 它们的治疗方法自古希腊以来就没有改变过, 忧郁症类似于我们的抑郁症, 而狂躁症则被认为是它的对立面, 一种持续的过度兴奋的状态。 至于疑病症和抑症, 这是17世纪出现的相对较新的疾病。 疑病症患者是那些认为自己有病的人, 尽管医生没有发现他们患有任何疾病, 而抑症是一个总阔性术语, 包括各种与过度兴奋和情绪不稳定相关的精神障碍, 需要指出的是, 抑症最初与女性患者有关, 这个术语来源于子宫一词, 即古希腊的子宫。 在17和18世纪, 也就是福克所说的古典时期, 对精神疾病或精神失调的理解, 最终超越了生理原因, 将心理原因包含了进去。 在某些私人行医的过程中, 如在葡萄牙艺、荷兰医生、 扎卡图斯、鲁西塔纳斯的行医过程中, 心理治疗就被添加到了现有的物理治疗体系中。 其实一种做法是唤醒病人的理想道德和行为, 试图教育他们什么是可接受的行为, 就像他们是孩子一样。 在另一些病例中, 医生会用夸张的方法来治疗妄想行为, 比如把一个沉重的牵球放在一个相信自己没有脑袋的病人的头上, 巨大的压力和巨大的不适感是为了让病人意识到它确实有一个头。 虽然更精细的心理治疗随后便发展起来, 但在当时, 心理学的概念还尚未被发明。 当这些扫期的治疗被设计出来的时候, 它们并没有被认为与物理治疗有本质的不同。 尽管事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最早以不同于对待身体其他部分的方式来对待大脑。 现代精神病学机构诞生于19世纪, 当时医生取代了监狱管理人员。 当那些有心理问题的人与其他禁闭的受害者分开, 而心理治疗还处于婴儿时期时, 第一个现代的精神病院诞生了, 让这些扫期机构焕发生机的主要功劳归于法国著名医生菲利普·皮内尔和英国慈善家兼商人威廉·杜克。 杜克在英格兰约克郡乡村的设立的机构被称为静修所, 于1796年开业作为一个贵格会教徒, 杜克的机构也实践了某种道德, 废除了野蛮的地牢和虐待。 当病人表现出不受欢迎的行为时, 狱警们被训练用理性和讨论来代替体罚。 在法国, 菲利普·皮内尔已经将精神疾病患者从身体的束缚和痛苦中解放出来。 静修所开业前三年, 皮内尔从巴黎比赛特医院取下了锁链, 不久又在妇女救急院医院取下了锁链。 皮内尔还终止了对出血、排尿和汽水泡的粗暴治疗, 带着以更人道和心理化的治疗。 在皮内尔的领导下, 病人们被要求对自己的行为更加有意识, 并鼓励他们反省自己的过失。 多亏了皮内尔和杜克, 病人们不再遭受这样的虐待, 但这些制度仍然在强化资产阶级社会的价值观和权力, 只是这次, 教职员工与服刑人员之间的关系更像一种父子关系。 对那些有心理问题的人的治疗方式的其他变化, 包括用医生取代以前的监狱管理。 从18世纪末开始, 任何收农精神病患者的机构都被要求提供医疗证明, 医生们在这些新的机构中发挥着主要作用, 他们定期探访病人, 同时监测他们的健康状况和进展, 正是在这些认证机构中, 现代精神病学实践蓬勃发展。 在18世纪末之前, 所谓的封边研究还没有被发展到足以被视为独立的医学领域, 但是一旦精神病院诞生, 精神病学学科就可以发展成一门独立的科学, 最后研究者可以在控制环境中监测治疗并收集经验证据。 最后, 我们来总结一下本书要点。 从古希腊到启蒙运动, 最后到福科写出疯癫与文明的1960年代, 欧洲社会对所谓疯癫的理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数百年前, 患有精神疾病的人被赶出人们的视线之外, 与穷人、罪犯和其他被认为不受欢迎的人关在一起, 当局把这些限制的人口作为廉价和闲散的劳动力加以剥削, 他们得到的待遇常常是虐待和控制。 最终精神病院建立了, 那些有精神健康问题的人慢慢地开始得到更人道的对待, 渐渐地治疗精神疾病的方法开始以心理学为基础。 好了, 米歇尔福科的《疯癫与文明》我们就一起读到这里。